来 咱们继续 下个是不是还讲清单标签 清单标签 右键 Phillip さらは描いた 右键 열 清单标签 其实这清单标签啊 它还有一个名字 列表听过吗 列表 不是 列表 它也叫列表标签 列表标签 那什么叫列表呢 打开这个东西 这是不是一现成的 是不是 这就叫列表 没有吧 它是一定的格式 形式 把一些文字进行排版的 是吧 这就叫列表 那这个是有序许 你看 它这样是有序许 但是它前面是没有写的一二三四 这叫无序的 那什么叫有序的 下面有吗 就是如果把选点改成一二三四 ABCD 是不是代表有序许啊 对吧 这个概念咱们能明白吧 这能明白就好说呢 那咱是不是就在ABCD 先要实现一下 这个效果的 然后 对吧 这个效果的 列表啊 那怎么实现呢 我先为大家介绍标签啊 无序的 刚才大家看到 无序就是小一点啊 小张画等等等等 是吧 叫UR 写写中文叫 无序 列表 是UR UR UR 那有序的呢 有序 有基础的人不少吗 叫OR 叫OR 明白吗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这个无序的 你写完之后啊 它只是仅仅代表 哦 我这是一个 列表 但是你中间的这些 这是不是代表一项啊 我看 你整个的 我现在把它整个 然后弄一下 它整个是一个UR吧 但是你提供的某一项 它不是用UR实现的 它是用UR单中的 LI LI表情实现的 明白了 在这一方 诶 它下面还有个什么 有个 LI表情 叫LI 明白吗 叫LI表情 它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列表象行吗 这名字能明白了 啊 代表 列表象 我们写一个 我们写一个 写一个 U-L 是吧 当中 我只写的 这也是代表什么都没有啊 我现在要写它的 对吧 它怎么写 LI吧 对吧 写一个 叫 黑马程序 四个吧 我们刷一下 我们在那看下效果了 基本标签 清单 有问题吗 是不是能实现刚才那个效果 是吧 能实现那个效果 那 我们再回到这个文档上 我们往下看 大家刚才是不是看到有小方块的 对不对 是不是小方块 那一天刚才能实现小方块的效果吗 能吗 是可以的 那怎样实现呢 要介绍一个它的属性 它的属性 属性 它啥属性 叫type type属性 它有哪些值呢 哪有哪些值 我们现在默认的 这个是小元减二 黑色小元减二 它叫dick 它叫dick 那它还有什么属性呢 我们看一下 type 那默认是dick 对不对 disc 我们弄上 out加铁钢提示一下 是不是还有quire 对不对 哎 那quire是啥呢 我先看看 quire 英语是不是方形 是吧 正方形的意思 是吧 我们刷一下 看到了 这小方块 那刚才我们是不是看了 还有一个 有色谱 对不对 哎 我们色谱 这啥呢 小圆圈啊 哎 我们看一下是小圆圈 是小圆圈 对不对 哎 是小圆圈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态度主要 是不是能改变 它前面那个标志啊 标志 但是在有的地方 大家是不是还看到前面有的 小手啊 是吧 有小手绘一张小图片 是吧 那个然后 明天学SSS不能实现 今天 单凭 HTML不能实现 不能实现 明天为大家演示啊 就下一课 下一课给大家演示 然后他是 给表象还玩 这也没有问题吧 在无序的然后实现完呢 咱是不是看了有序的 看了有序的 你说有序的 他有属性吗 啊 他有属性吗 他有属性吗 他有属性 那太属性代表什么 咱先写一个呗 写一个啊 在这个地方也用HR 写一个啊 就把他整个然后扣起 整个C 整个B 是吧 UR改什么 UR吧 这东西他肯定就不叫SYCLE了 明白吧 刷一下 有序的 有序的 一二三四 没有问题吧 他也有个态度吧 但他态度肯定不是SYCLE 我们 提示一下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 我告诉大家 你如果写个一 或写其他数字 他就在搞什么 是一二三四 明白吧 如果你在这写个A A 那如果写个小A呢 小写别没地 但是如果写个I呢 ROMA ROMA 是不是有同意 然后弯一下 弯一下 然后背呢 I I I D K R 对不对 看一下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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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种形式的 是不是能是 数字啊 一二三四 对不对 数字 还是这是什么 数字 数字 还是什么 什么 诶 啥东西 没弄上 还是小姐的A吧 是不是 还想什么 大A 对不对 还想什么 小A吧 对不对 可以没问题 是吧 他下面是不是这个 这地方我COPY一下 在这 说 肯定背一下 他这个OIR当中 一有R标签 刚才写的 这个没有疑问吧 啊 没有疑问 我咱看一下 他其实还有一个属性 给大家玩一下 叫这 叫这 啥意思 开始吧 我们这样写啊 我改成 改成这个 改成一 TNRT 我们写个 二 二 写个二 行 二 刷一下啊 看下边 是不是他从几开始的 从二开始的 我如果改成三 他从几开始 三开始吧 OK 是不是就是开始 你第一个然后开始的那个那个标识是多少啊 这能明白吗 能不能 那如果是写成A呢 那如果我想从B开始 那我是写什么 写成A 就写二 是写二吗 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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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2吗 写2吗 写2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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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STAR 是啥 第二个 是不是 数字 是数字 是数字 首先说它是数字 数字 啊 这是数字 它代表什么 你们说代表什么 代表 是不是 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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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是这个没错 五个 五个 首相呢 开始 开始啊 开始位置 开始位置 或者什么 或者说标识啊 对吧 能明白吧 OK 能明白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没说这个STAR 我就说这个 这个 叶表 标签 就是UR 跟OR 你写完这形式呢 我们看到它是这效果呢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首先说我能实现这么一个叶表面积 对不对 但是在实际开发当中 它往往实现菜单 叫什么叫菜单吗 哎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也为大家准备一个网页 瞅一眼 比如说 我是网络业业听的这个 哎 这就像 上到这表 那再看 哎 看这地方啊 看到了吗 是把竖子排的 对对对 我把你取完点去掉之后 我再做一下个样式 用再修设一下 是不是该形成这么一个菜单啊 对不对 虽然它的作用往往是 作为菜单的明白吧 大家看到没看上那种横向的 京东是不是有横向的 京东有话 哎 像这些 对对 是把横向开单 它也可以通过 然后这些 叶表表现去实现 就UR去 UR去实现 只不过它通过3S 样式去修设把它弄成 横的 然后把它卷点给去掉 明白了 哎 OK 就到这啊 就到这 休息一下